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败了朱立文 她当选了中华民国第14任的总统 同时间她也是华人世界第一位女总统 蔡英文她写下了历史 那为什么是蔡英文呢 蔡英文一个出身是屏东的商人的女儿 她加入民进党不过才短短12年的时间 她没有经历过美丽岛世代的轰轰烈烈 她也没有参与过街头运动的流血流汗 那为什么在2008年民进党最艰混的那个时候 没有人要接党主席 结果是蔡英文她接下了党主席 在那个时候坦白说 很多人是看不起她的 觉得她了不起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党主席 而蔡英文硬是跌破众人的眼镜 这个看似和民进党格格不入的附加千金 她不但让民进党起死回生 而且在八年之后重新夺回执政权 蔡英文她真的让支持者的眼泪变成了笑容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在她的重振之路上面 究竟是谁改变了蔡英文 我曾经说过 我拼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泪水转换成笑容 各位我们都做到了 如果你的眼睛还有泪水 请大家把它擦干 我们一起用快快乐乐的心情 来迎接台湾新时代的开始好不好 谢谢 在英文当着镜头前 一手就把包子塞进嘴巴 也不管镜头有没有再拍了 填饱肚子再说 可以看过去四年来 大概是所有她出现在画面上吃东西最多的时候 在过去其实基本上她会觉得吃东西很自己 不能是当幕僚跟她一起吃饭的时候 她会多叫一些菜 那吃了到一半的时候 她会注意去看看这些幕僚或是随户 哪些好像今天吃的比较少 她就会把多出来的菜端到你面前跟你说 那你要吃完才能起来 这个洋花莲的东西好好吃喔 我每次来花莲都觉得花莲东西好好吃喔 主席你最喜欢吃花莲吗 有凤林的一家饺子馆 地方美食如属家珍 因为蔡英文始终相信 越是艰困的环境 只要用心耕耘 总会有开花结果一天 这几年来这里常来啊 我常在台东和花莲之间这样的走 而且我特别喜欢台中和花莲之间的这样的 那个花东重湖啊 非常漂亮 蔡英文待在车上的时间蛮多的 除了低头读资料和幕僚沟通事情之外 她最喜欢把头移在车头 看着沿途她拜访过的一乡一阵 她没有忘记那一天对支持者的承诺 2012年的总统大选结束了 胜负已逼 蔡英文位在新北市的全国竞选总部前 黄色人海迟迟不散 任意以打击他们的票 80万票的查局 到了最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再有什么调整 那所以她就进来到幕僚再开会的会议室 就说我们现在需要出去跟我们的支持者 还有跟没有支持我们的人 要让他们知道说 民进党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失败 民进党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那个自信 那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告诉我们的选民 他们也不可以因为这样的失望 因为这国家还要往前走 我们会更容易 我知道这一次 我们就用这个调子来告诉大家 所以当然很快这文稿就可以走 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 四年前我们曾经 曾经是被认为是遥不可及 但是我们咬着牙 整个党团结在一起 在这四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一次我们已经接近三顶 我们还差一里路 就差一里路 就差八十万票 别忘了四年前国民党秋风扫落叶 赢了两百多万票 当时的民进党气弱油死 蔡英文把一个收到病危通知的党 带离开了加护病房 一点一滴慢慢地修补元气 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 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鞭策 我们一定还有未来 下一次我们一定走完 最后一路好不好 蔡英文的败选感言 有洋葱 台上台下多少人泪水溃体 蔡英文她当然也都看见了 多感动 但是她不能够跟着掉眼泪 她只能够不时用力地抿住嘴角 用力地上瘾 急出了不自然的微笑 离开之前 她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败选的责任由我一肩扛起 我刚才已经宣布 持续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台下支持者哭喊着不要走 但对蔡英文来说 留下来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输了就必须走人 这是民进党创党以来的坚持 不过当蔡英文看见了这些心碎 哭泣了脸庞 她也明白她身上背负了 六百多万票的期许 她不能够抛下支持者 说走就走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就是蔡英文对她所有支持者的承诺 在败选的隔天 她立刻跑到了民进党的民调中心 她问了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 这八十万票 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的 她不是想要追究责任 她只想知道答案 有人告诉蔡英文 答案就在民间 你只有到民间去 和人民真正站在一起 和人民真正生活在一起 你才能知道人民需要什么 而你又能够给他们什么 于是蔡英文辞掉了党主席 她一个人开始出现在全省的各个角落 她不但自己做 同时间呢 她也要求她的党籍同志 各自去任养 艰困的选区 越辛苦的地方 越需要战将 亲自下去耕耘 在四年前 我们看到了 在后山的部分 蔡英文输得非常惨 她只拿到了不到26%的选票 马英九席卷了七成的选票 换作是别人 觉得后山这一块 根本铁板一块 无心去耕耘了 但蔡英文不一样 经过了四年耕耘之后 我们看到这次的选举的结果 尽管在花莲和台东 依旧是蓝郡的天下 但是我们看到 双方的差距缩小了 蔡英文拿到了36% 将近37%的选票 而其中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 小美琴 在这个地方默默顿了六年之后 她终于击败了国民党的王廷生 她自己也学习得很快 现在也在群众场 也会抬群众很多小 她有时候会问说 你们大家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不好 底下人就说 好 她说我都还没有讲什么事 你们怎么就说好 所以大家就哈哈的 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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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她这次很帮忙 没有没有没有 运步不相慢 来来来 看桌上车罩 你还要穿着那一套 我把准备的过程 今天这几天在花莲 大家对我们的印象会比较深 那印象也会比较大 感觉是这种刻板印象 就是慢慢在改变的 也会更多 面对群众比较自然一点 就是说 当你比较吸管 会比较自然一点 你就感情上 就会比较放松 一些 我会影响一些 这只能有点 还是要轻量一点 更整的接触 是必要的 所以就是没有 你还要去看他们的眼神 有些人 他就很expressive 他就是要跟你互动 那你可以跟 那有些人不好意思 他会站着原来 但是他并不想 他并不是说讨厌你 或者不想跟你说 他就是不好意思站在那 所以你就要走过去跟他打招 那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人家没有伸出什么 就觉得不太好意思去 我现在会直直的 就走过去跟他握手 每握一双手 蔡英文都在深刻地反省 2012你有投给我吗 如果没有 一定是哪里做得 不够好或够多 当他沉淀过后 重新出发 他告诉自己 要把民间的力量展出来 就和一大选前 蔡英文他展开了 全台疯狂的大嫂街 蓝绿对决中台湾 他甚至直接搬到了台中去住 如果一天可以去10个地方 幕僚只排了9个 肯定会被蔡英文念个半天 他说他是个带兵的人 只有他比谁都拼命 热情和决心 才会被激发出来 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 被用这种方式攻击 这是多大的震撼 但是佳荣仍然坚持打正面 阳光的选战 他持续立委 愿意承担 在选举的过程中 他努力实践自己 所相信的价值 有人形容 这大概是蔡英文史上 最豪情奔放的演讲 按过去那位低头看稿的蔡英文 简直判若两年 他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孩子 走在充满爱和希望的光明中 那个价值 我相信就是未来台中 应该有的样子 我要说 文如 佳荣 你们辛苦了 蔡英文说尽了林佳荣的心 蔡英文说尽了现场所有支持者的心 林佳荣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了 紧紧抱住他的妻子 这个气氛 永远超乎幕僚的想象 原本在稿子上 还加注了一个提醒 说完这段话 记得给那婉如一个拥抱 吹泪就要吹到最高点 但蔡英文看看 这一对已经抱在一块 痛哭流涕的夫妇 她当下决定 还是算了吧 蔡英文有所变 有所不变 隔天开票结果 民进党大获群胜 毫无疑问的 蔡英文已经是唯一的太阳了 而且日正当中 直取2016 浚英文是唯一的太阳了 优笠 异菲 亚文是唯一的太阳了 那91 两年是由民进党的4席 插 dele 役背感 tout特別 异菲当 milhões 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的女总统 对于蔡英文来说 真的是最意外的人生插曲了 1956年 蔡英文在屏东方辽出生 他出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爸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希望他念法律 因为家族企业需要一个律师 蔡英文非常听话 他就去念了法律系了 在1984年28岁这一年 他从美国康奈尔大学 拿到了法学硕士的文凭 爸爸一通电话 把他抠回了台湾 他进到了政大去教书 这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受到李前总统 灯辉先生的赏识 进到了政府机关 负责对外贸易的谈判事情 同时他也参与了两国论的 起草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2000年 44岁这一年 算是蔡英文人生当中 最大的转列点 中华民国在这一年 发生了史上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陈水扁当选了总统 而蔡英文这三个字 出现在民进党的 第一份的内阁名单当中 陈水扁轻点他 担任陆委会的主委 一个过去走路老师 靠边走的学者教授 他要如何适应 尔虞我诈的台北政坛呢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2000年 祖父大选结果揭晓 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次政党轮替发生了 这一年 蔡英文的人生 也跟着转了一个大弯 他的名字出现在民进党 第一份的内阁名单 我可以感觉到这个陈水扁 总统当选人的成立 那么但是这个问题 牵涉到很多考虑的因素 现在没有答案 个人意愿也都没有办法 有清楚的想法 这个恐怕我还在 征询很多人的意见 清点他的人 就是新任总统陈水扁 当年蔡英文 43岁 很想问陈水扁 为什么是他的 但他从来没有问出口 我自己对于生涯的规划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想这是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 个人的考虑的因素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我当然要考虑一下 在整个两岸的这个 在这个现代的情绪里面 我自己是不是一个 最适当的人选 我自己当然都要考虑一下 学者从整 常常过不了立法院那一关 有多少学者出身的政务官 上了背询台 有理说不清 常常把自己气得半死 蔡教授他会是例外吗 2000年5月30号 新任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白衬衫搭配深色西装 他第一次到立法院背询 李秀莲跟阿伯总统 他们是不是一个在唱黑脸 一个在唱白脸 你是不是让我们知道一下 主委这个时间很宝贵 不然都那个 主委在那边定在那边 你就要时间帮我扣除 主委我已经把题目提出来了 我已经问了 我是问号 第一次接受质询 紧张声色难免 不过当年国际谈判桌上的专业训练 帮助蔡英文很快就进入了状况 他自信的笑容浮现了 假如阿伯总统的大陆政策 他的谈话内容 跟李秀莲的两岸的一个谈话内容 有重大冲突的时候 主委你怎么办 那我是坚从这个宪法的决定 中华民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中华民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年我 对对 1911年 好1911年 现在你来执行国 那中华民国的宪法自宪是什么时候呢 中华民国自宪是什么时候呢 自宪以后就新的国家了嘛 那个是中华民国没有宪法嘛 哎呀你这个主委糟糕透了 几番交手过后 立委诸公们渐渐发现 这位清汤挂面 看起来客客气气的蔡主委 其实并不好忍 我们政府的主张的疆域 跟我们实际 有效统治的范围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关系 我们您看的那张地图上面吗 对不起我还是用手指 因为我必须要知道地图 地图可以指 除了地图以外就不要指 我们必须要确认一点 现阶段的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努力的国家 请您的手 这个手势相当的好 充分的展现出我们的 蔡主委的信心跟果断 新的隔眼来到这边的 接受打询 算表现得非常好 虽然没有达到90分 至少80分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在国际组织 常常也是被每一个国家 这样的文流泡轰的 所以很习惯了 差不多感觉是一样 只是一个是讲中文 一个是讲英文而已 为政策辩护 蔡英文他思虑清楚 条理分明 不温不火 当年总质询 蔡英文就站在行政院长 唐飞的身旁 立委问什么 蔡英文马上递上小纸条 灵机结尾 对于河同纲理的内容 您觉得哪个部分 在法律上的瑕疵 主权和自权 来不及写的 蔡英文直接小声地 在唐飞耳边说 他说一句 唐飞打一句 结果把立委给惹毛了 你院长都是听他的嘛 可不可以请他离席 可不可以 他一定要在吗 他一定要在吗 一定要在吗 一定要指导你吗 我要向王委员报告 可不可以请他不要讲话呢 我们是问你啊 怎么说他在打呢 那你打嘛 都是他在教你嘛 请你给我讲话机会吧 都是听他的嘛 他当院长好了 哪个问题不是他在旁边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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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问题不是他在讲 还在讲 你看都是他在讲嘛 我三军 忽了几十年了 尤其您是老参谋总长 您做何感想 您做何感想 又陆委会也要答 国防的问题您也答 什么都答 蔡英文的表现 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立法院的记者发现 他们的观察错了 蔡英文哪里娇弱 哪里木讷 她是一位既犀利冷静 又强悍的女主委 你收入 那时候的收入有多少钱 付了多少税 是我的私人的事情 跟大家的老百姓讲出来 委员收入是我的事情 这个你的财产是国家的事情 我有财产都有申报 你不要在我的财产上做文章 那么如果说司法 有问题的话 请司法经常来调查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已经是问过头了 我没有问过头 我是在你有没有逃税上来问你 看你是不是很干净 我告诉你 我没有逃税 如果我有逃税 你有合理的怀疑的话 你可以请司法机关来调查 但是你没有 没有合理的怀疑的情况 你在这里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你一年要给大陆新娘配合几个 这个我们要看整体的人口政策 什么叫整体人口政策 台湾的政策是刀银正正 如果说我们的人民 要跟大陆结婚 你要禁止他吗 你不敢很坚持说 我们的国号就是若华民国吗 你这个是栽账 你刚刚问我私人的意见 我刚刚有个人的意见 但是我只能问你说 人家没有讲过的话 你为什么要说人家有讲 我本来想说你很软弱 但是我曾经听过你一场的演讲 我突然间就改观了 你面对的是被强案的原因 他一直叫陈宏健 没多久 蔡英文在内阁市政满意度调查排名第一 媒体给他的一个封号 叫做政坛白玫瑰 2004年 公投辩论最后一场压轴戏码 号称白玫瑰蔡英文 对上红玫瑰陈文茜 这两个聪明女人的言辞交锋 未也先轰动 我们台湾人民共同拥有的这个主权 是有争议的吗 在我们的心里是有保留的吗 如果我们是没有保留 我们是没有争议的 那这个它就是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争执它 刻意的去提它 你如果是过度的去提它 或者是争执它 反而显现出来 你对你自己国民的主权是没有信心的 如果对主权有信心 为什么可以发动防御性公投第十七条说 我们的主权现在要被改变 你既然有信心 你哪来被改变之余呢 我早说过她是台湾 其实继过安容之后 我觉得最优秀的女性格员 那我想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她的专业 我觉得陈伟源很犀利啊 她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 可是我觉得如果她的问题 能够做一个整体性的思考的话 能够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 这个辩论会更有利益 这部总统跟我讲 她说蔡主任你要注意 媒体可以抗你 但是媒体也可以把你毁掉 我每一年的心愿都是不要常常看到你们 可是你每年都没有实现 你今年有没有心得 那我继续再希望如此 晚上11点钟以后 不要接到媒体的电话 我心愿 2004年陈伟源连任总统 蔡英文婉拒了出任驻美代表 以及金建会主委的提议 当了四年的陆委会主委 她觉得够了 她只想回家 陪陪年迈的双亲 很多人问我说那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第一个月要做什么 我一定发挥我自闭症的本能 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月 可是我一定要记得出去买报纸 到7-11买报纸 这样证明我没有去做秘识 谢任前蔡英文最后一次到立法院备训 心情愉快 她心想以后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 结果呢 前任入委会蔡英文主委 法令人对于台湾的未来 根据了解 蔡英文将名列 不分区立委的学者专家组 由陈德远直接点名 既然要做立委 如果真的做成了 那就好好做立委 2004年 蔡英文正式加入了民进党 名列不分区名单 专家学者组 从前这位只能够在电视机上 看见的蔡主委 走出了电视狂慌 走入了民间 蔡英文搭上了民进党的金牌 辅选列车 全台跑透透 测试民意温度 拜托 拜托 路远 加油 蔡英文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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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的民众 基本上都是友善的 大家认为他很耀眼 但是他又很亲切 不夸张 民进党发掘了一颗想要的政治明星 蔡英文也自觉收获很大 从前担任政务官 接触了多是民意代表 总是间接民意 当他真正自己走入了民间 走入了人群 白明辉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民众地上的管他是什么 蔡英文顺手地就往嘴里塞 刮甘情 就要从这些小地方开始做起 在拜托 拜托 拜托 当初协任陆委会主委 蔡英文曾经心想再也不用回到立法院 但人生你永远不知道 不是吗 当他又回到了立法院 背巡台成了直巡台 是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蔡英文也没有太多直巡的表现机会 立委当了一年之后 苏贞昌邀他入阁 担任副阁区 你不要假设我就把他带走 我也不期待立法院的记者怀念我 但是我相信我们将来还是有见面的机会 尤其是在于行政院的立场 再回到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但是后会有期 而且会常常看 我觉得立法院是一个蛮复杂的地方 我如果告诉你我舍不得离开 你一定觉得我是骗你的 在这里 我要谢谢这个立法院的工作的同仁 从院长到这个警卫都对我很好 我不晓得是出于同情心还是什么样 每一次去接一个位置 我觉得那个应该都是 尤其是政治职位的话 对我来讲都是应该是 我的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职位 所以说我要抱着这种心情去做 要不然多少会有患得患失的心理 没错 蔡英文原本以为2008年这年 大概就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了 在卸下了行政院的副院长职务之后 他终于可以摆脱政治的纠缠 他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他可以关在家里头发贷一个月 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也可以回学校去教书 他可以陪陪年迈的双清 总而言之他不打算再插手政治了 但是没想到在2008年这一年 民进党的常常配败给了国民党的马肖配 惨败了220多万票 尽管已经决心要退出政坛了 但是蔡英文终究是忍不住 那个晚上他走到了民进党的竞选总部 他永远忘不了 在那个戚风苦雨的夜晚 出现在他眼前每一张心碎哭泣的脸庞 2008年3月22号 总统大选结果揭晓 民进党常常配 惨败给国民党马肖配200多万票 蔡英文说他在家里看新闻 被这个结果吓到了 他知道选情并不乐观 但谁也没料到 民进党会败前这样子 他的心情很不好 关掉了电视不想出门 但最后还是去了竞选总部一趟 现场的人很多 气氛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了 很遗憾 民主进步党这一次的表现不如意起 我们辜负了人民的期待 在此 我应该也愿意 负起最大的责任 我们接受 不要再有抗争 让我们的社会 非常迅速地能够修补 因为选举所留下来的泪痕 蔡英文没有上台 他在后台看电视转播 他注意到站在谢朝廷 左后方的萧美琴 她一双大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那个晚上 有多少人为了民进党的失败 而痛哭落泪 我没有投标权 我在19岁 但是 如果我可以投的话 如果我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 为台湾 我真的是想要努力去做 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因素应该是蛮复杂的 不过我想我们应该 好好的反应是真的 但出政坛已经半年多了蔡英文 在人群中 被记者拦下了问了一个问题 除了深刻反省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2008年5月 在那个对民进党支持者来说 最彷徨无助的一个春天 春天的希望在哪呢 输了200多万票 民进党气弱有私 像是个街道病危通知的病人 垂死争扎 谁能挺身而出救救民进党 中职会通过了5月18号 该选党主席 党内天王们却各个按兵不动 为二表态要选的 一位是卷土重来的蔡同荣 一位是独害大佬 孤宽敏 民进党不太了解妇女朋友 而我们的女性朋友 对民进党也有很深的误解 所以我期待一个 女性的党主席来带领民进党 叶宜金在期待一个女性党主席 这位女性会是谁呢 她没点名 但外界也猜得不离八九 隔天 实院党团总招 一向被视为最能够精准 传达陈水扁意志的柯建民 她说话了 这是民进党唯一出我的机会 要有高度的形象 她认为蔡英文非常适合 民进党里面就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性 昨天大家有提到的有蔡英文 陈菊 陈玉秀 如果有一个女党魁的话 应该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有高度的公司 觉得党不能这样就垮了 让我们有责任要承担起来 谁是民进党的救世主 这位加入民进党 才短短四年的蔡英文同志 才被寄予了高度的期望 本土与世界 第一 知识跟教养 第三 新面貌 第四 政治经历 第五 社会声望 这五个理由是我来推荐蔡英文 既有能力又形象清新 而且甚至于也相对符合 世代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相信他现在应该已经一定承受了 私人不出奈苍生河这样的一个压力 大家也不希望民进党就此没落 阿兵 希望的大概是说 如果我要回馈 应该可以回馈给民进党 让这个民进党可以在最困难的时 能够站起来 李远哲院长就来找我 说人家最困难的时候 你也想到说 如果人家觉得你有可以帮忙 你也要去那边帮忙 和李远哲谈了两个钟头 蔡英文答应会再好好地想想 他自问 如果自己本身没有能力 也没有背负任何其他人的期待 他也许还可以置身事外 可是他明明可以有所作为 却选择不作为 那么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几天之后 蔡英文做了决定 我知道现在民进党的党员 多多少少有一些人 是意志比较消沉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赶快地 恢复他们的意志 那用实际的这种行动 来表示他们对这个党还是在意的 党的路线 就是你押到投票所的路途 2008年5月18号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 投票率超过了古城 蔡英文和郭宽敏手牵着手 一块走入了中央党部的记者室 我们投票率51% 你看看 这不是总统前级 不是什么立委 是家日前级 13万的同志 并没有放弃这个党 关心这个党 那么大家共同完成这个称系 把这个党称起来 蔡英文拿到了73800多票 得票率5成7 击败了郭宽敏 她成为民进党历史上 第一位女党魁 也是最年轻的党主席 我也要感谢郭宽敏 跟蔡总统两位前辈 在竞选的过程中 提出很多珍贵的指教 那么这些指教我都会珍惜 竞争过程的火花 不会带来伤痕 而是我们党内整合的开始 今天的党主席的选举 已经落幕 不过民进党挑战 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谢长宁主席 将主席的硬性 交给了我们下一任的党主席 为本党理想而奋斗 如为誓言愿受党籍最严厉之处分 宣誓人 蔡英文 蔡英文接任党主席的这一年 她52岁 她是民进党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 同时她也是第一位的女党魁 但她面对的也是民进党 前所未有最艰困的处境 首先她面对的是 陈水扁一家的贪主弊案 重挫了民进党的形象 整个党的民意支持度调到了两成以下 政治现金政治捐款募不到了 当时她横量了整个党上上下下 负债高达两亿元 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同时间 在政党支持度跌落谷底的时候 也丢掉了政权 在那个时候 几个天王对民进党的未来 默不吭声 只有这位加入民进党 不过党龄才四年的菜鸟同志 竟然被推出来 当选了这个时候的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决定要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面对的是大佬 那个时候痛斥他太过于软弱了 你不敢说台独 你不敢挺阿扁 你什么都不敢 你最不像党主席 最不像民进党的人 就是你这个蔡英文了 蔡英文他只是安静地听讯 他究竟要如何 才能够把民进党 从低谷当中起死回生呢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讲 蔡英文在2008年 接下了党主席 这个没有人要及的烂摊子 他的党龄才四年 根本搞不清楚 党里头非常复杂的派系 以及山头 但对于他来说 这样子反而没有包袱好做事情 他想要改革 他想要彻彻底底改变民进党过去的形象 但是也引起了党内不少的反弹声音 这是一段水土不服的时期 蔡英文他要求希望 每一位的党籍地委 党籍同事能够当一个好学生 大家要理性问证 扭转过去那种负面的形象 但是有大佬就跳出来痛批他 你这样子太软弱了 过去民进党在街头打拼的时候 蔡英文你在哪里呢 蔡英文就这样子坐在台下 安安静静地挨骂 但他心里头非常清楚的是 他知道民进党唯有改变 才有机会 你买一盒回家先关在房间里面 早上睡醒的时候 整个房间都是满口香 然后一点这样撕开来 把那个皮贴着脸上 接任党回了第三天 蔡英文感觉他和民进党 进入了一种医病关系 这个党是生病了 他是医生他该怎么办呢 就像是心里生病的人 要走出户外多多晒点太阳 阳光给人希望 而这个党并没有冰入膏肓 只是需要一个希望 一个目标他会自己好起来 都比较常做办公室 现在当主席是不是要常跟民众 要你先买一下洋装 对啊 因为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不会啊 不会啊 现在已经习惯了 蔡主席其实各方面都 非常的有能力 非常的有她的各方面 独到 而且有能力来处理各种问题 那我们很放心 那这个蔡英文蔡主席 当家做主的第一天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家里头的民缸空了 算一算负债两亿多 党部连薪水都快发不出来了 爱台湾的海员就去捐款了 海员就了不起 那你捐了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捐啊 我是蔡英文 恳请您用小额捐款请台湾 候选人的财力 决定这个选举的结果 这是一个民主社会 不应该有的现象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希望 社会大众能够再一次的协助我们 莫馆参会的最后一战 蔡英文开心地宣布这件事情 心头落下了一块大石 我们中央党部的财务的压力 我不能告诉你多少 但是我们中央党部的财力 财务的压力 现在已经大部分都解除掉了 每笔小额捐款 都是对民进党的负责 积少成多 积杀成塔 蔡英文在民进党民调满意度 掉到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 艰困时刻要扛中心大野这面大旗 还没说党内党外 有多少人冷眼旁观 蔡英文你扛得动吗 你能够把民进党带到哪里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忘掉以前 别抗吹我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坏榜样 那我们自己不要去 跟他们一样 然后我们要理性问证 我们在这顺 资讯也要保持一定的礼拜 我看我看你牙罐出现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东西 蔡英文没有在开玩笑 他要求这样一个街头运动起家 具有草莽性格的政党 必须忘掉过去 理性问证 曾经有人不屑地嘲讽 民进党在街头打拼的时候 你在哪里 民进党里 最不像民进党的就是那一个 没有游行没有抗议过的党主席 的确 蔡英文还在学习 怎样让自己更像一个民进党人 他必须一定程度地和民进党合而为一 才能够以自己薄弱的政治资本 将民进党从谷底拉起来 我们在这里 已经得到了初步的争议 对不对 对 蔡英文开始学习 在公众场合演讲的时候 大声地问台下的民众 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对不对 他开始习惯招式场合大进场 刻意地从后端进场 在走到台上的一路上 去拍击每一双热情的手掌 去接受民众的欢呼促勇 2008年7月20号 蔡英文第一次主持民进党全代会 历任的党主席 排排站 手牵手展现出全党大团结的气势 加入民进党 但任党主席 有些事情必须强迫自己融入 但有些事情则不需要 知道的太多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束缚 曾经有人批评 蔡英文是个被派系绑架的党主席 蔡英文说他不但没有被派系挟持 相反的是他挟持的派系 因为他没有子弟兵没有包袱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上任以来会不会觉得说缺乏这个派系的奥援 让你觉得现在重则得久 不会啊 我觉得没有派系的因素 反而让我比较能够自在的多次啊 新潮流实在不是帮派 新潮流比帮派还不如 帮派至少还讲信用 还讲道义 那么以后如果有党员或立委 在做这样的攻击的话 那么我请立任党团必须着手调查 移送党中央来预期 刚才中常会我已经有呼吁党员要自我约束了 他们两个大概不在那个中常会里 我会请他们两位来再谈一下 安内方能攘外 接踵而来的这个大麻烦 秉安的这颗未爆弹终究还是爆了 杨新 道士 我不能够再继续骗自己 也不能够继续再骗别人 我决定选择坦白 我曾经做了法律所不许可的事 我愿意就从市长到总统大选 四次选举 有关竞选经会有申报不实 敬向全国人民深深的道歉 2008年8月14号 陈水扁在镜头前 向全国人民坦承他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 这短短几个字晴天匹雳 面对这可能是对民进党的罪命一己 党主席蔡英文 你必须表态 我们也不要太早或者是过度的去论断 曾经总统他所作所为 在法律上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评价他 这个事情在民主社会 我们应该让司法单位 来替我们的全体的人民来做这个调查 做这个评断 面对扁案 蔡英文没有丝毫的回避空间 是敌是有都要他说清楚 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参加任何 有关于评点或者是反扁的任何的活动 那么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对外 发表个人的言论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不要牵涉在派系的运作 这位民进党史上最年轻的第一位女党魁 曾经安静的听着大佬们 一个个轮流向台训话 这个嫌他太软弱 那一位要他硬起来 陈水扁前总统第二本新书 声音果然关不住 他痛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后悔提拔他 在执政的时候对蔡英文的提息 那今天他沦为在看守所这边 那蔡主席对他的关心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心他 蔡英文听到问题转身就走 根本不想回答问题 不过态度很强硬 他没办法理解这样的批评 那也很遗憾有这样的看法 那事实上也无法接受 当年谈判桌上的专业训练 在这个时候冷静了蔡英文的情绪 他记住了一个原则 在压力下枪处做的决定通常都是错的 一个慎重的指挥官 不会在敌行不明的情况之下 就下令部队攻击 如果你让对方知道有压力就有结果 将来对方就会不断用压力来逼迫你 那不动声色其实就是蔡英文 发动攻击前的保护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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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说当他和民进党的支持者 一块走上街头时 一起捍卫台湾主权时 他发现他终于和民进党融在一起 今天的选举结果是向世界证明 台湾人就是自由人 台湾人就是民主人 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 我会努力 让我的国民 没有一个人必须为他们的认同而抱歉 尊严 完结 自信 这就是新台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真有台湾 谢谢 谢谢 中华民国诞生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历史新业 值得我们珍惜 更值得我们骄傲 感谢您的收看 我说没想